一对男女在厕所走廊相拥 正当男人想进一步的时候 身后却有人走了过来 等到路人走开还想继续 结果经理又突然出现 小美赶紧躲起来生怕被发现 经理是来催促阿泰出去开工的 阿泰走后经理发现有一道人影在门口处 就当小美要被发现的时候 身后一个服务员匆匆赶来找经理 他们店的超超超级VIP客户经纪大驾光临 这是一家专门为贵妇提供娱乐的俱乐部 经理也是听说有新来的小鲜肉才打来 经理赶紧翻出相片介绍 经理一看这小伙白白胖胖还这么帅气 欣喜若狂地表示今晚一定要拿下 经理带着经理来到主舞台 并介绍新来的阿泰就在上面跳舞 为了看清楚经理甚至掏出了八倍镜 看完发现真人比照片还好看 难得这位大财主光临 经理可不愿意错过赚钱的机会 当即解释阿泰刚来还不懂规矩 让经理再选两个总师的一起 小美刚上完厕所就听到身后金姐正哼着 今晚成功拿下了小鲜肉阿泰 原本对于这些顾客小美不会太在意 可金姐偏偏要和她抢同一个洗手盘 虽然金姐嚣张拔护但毕竟是顾客 小美也不想过多计较 可金姐的下一句话让她实在不能忍 小美可不再管你是谁 一杯水直接泼到金姐身上 这下可真是不得了了 就在我以为会发生一场大战的时候 金姐突然停了下来 她认出小美是店里新来的DJ 然后就直接停手了 甚至还拿出小费和赔偿金给小美 原因竟是今天心情好 毕竟我可是超级VIP 和你一个小人物冲突有失身份 阿泰得知被金姐选中 赶紧向前辈请教该怎么办 毕竟她在这里不是卖身 我想我们在这里不是卖身 我们在App里面就行 我们就行 难怪别人总是谦卑不倒 原来除了能喝以外还有这手段 小鲜肉多可爱 金姐就玩得多变态 经理看到小美还没回去 过来提醒她先走 小美看了一眼门口的小店驴 阿泰答应了今晚要送她回去 所以她还想再等一下 阿泰被小美发来的短信铃声惊醒 看到小美说要先走 赶紧起身 可刚起来又被金姐拉住 小美走到门口 还在抱怨男人是不是都这样 身后阿泰终于匆匆赶到 就在阿泰去开小电驴的时候 一辆豪华的商务车出现在小美身旁 这位霸总男友的突然出现 实在让小美感到惊讶与开心 但看到阿泰的眼神 她的内心又莫名的慌乱 这位霸总男友的优优优独播剧场——